一斗 胡江说你要见我 何事 我本来是想让你看看 我好不 我 入殿的手艺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 只为这个 我有一件东西 想送给你 这是 这是一面镜子 你看 它一面是凸起来的 一面是凹进去的 凸起来的一面 可以把很大范围的景象都缩小 凹进去的一面 可以把小小的室位都放大 我给它取名叫乾坤镜 乾坤镜 大剑柱平 小剑柱突 不过 筑建古法中 确有这么一说 你这心思倒是蹊跷 不过 你为何要送我这个 你有了乾坤镜 以后再遇到没窗户的地方 就不用进去了 只用在门口 用它来看里面的景象 就行了 多谢 你喜欢吗 喜欢 太好了 不过 你也不用谢我 我只是出了点力 这做镜子用的勺子 还是你家的呢 我家的勺子 楚姑娘 您这是在干嘛呀 我要做面镜子 用这个做镜子 这样的镜子 三法丝一定没有 这个镜子 是用马勺做的 对了 打磨镜子 是用的石头 还是在你家后院捡的呢 楚楚 我不能入无窗之地的事 还请你替我严守秘密 我知道 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王爷你要是信不过 我给你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好了 你放心吧 今日你问武座考试的结果 我有话没说完 什么话 若按我当初 为武座临选设下的标准而言 这场临考 却无人通过 不过 眼下我需要武座替我办的差事 与之前少有不同 可以考虑 做一些调整 你可以再来试一试 真的 我可以再考一次 什么时候 在哪儿啊 我明日便启程去乾州办案 你可愿与我一起 乾州 我想起来了 那个逃跑的掌柜就是乾州人 王爷 你是要去抓他吧 算是 你随我去乾州 我沿路考你 若你过关 我便带你回长安留用 若人不过关 也能去乾州 核查你的身份信息 如核查无误 就可为你审核定机 你与我同行 也可省去你回家途中的一印花销 你可愿意 愿意 我愿意 不过 这次 要怎么考呢 怎么 才算是过关了呢 这些借由我来决定 你只去如常表现 等待结果即可 好 我一定好好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